打靶系列 當大家看到劉典堅不停又再重新寫 搞過這個打靶系列 就好像之前那些敗家仔系列 大家很喜歡看 快點做多些 做多些就要花很長時間 因為這些資料是在一大堆裡面去找出來的 要找很多 而且因為是講人 你要加很多你自己的意見 然後又有很多不同的資料要找出來 所以要跟大家去做 於是盡力去做 尤其是現在因為這個李嘉誠的情況 當日將這個中環中心 賣了給一班香港的大炒家 包含那時候的所謂香港大炒家 包含很多大陸人 包含大陸機構 這班人就炒炒炒炒炒炒 將香港的物業炒到很高很高很貴很盛的東西 他們當然是發達了 但是香港人就慘了 那幾年的話 不止幾年 十幾年這樣 香港人全部都要捱貴租 很簡單 一旦你去看這個律師 不是看律師 是找律師 你為什麼這麼貴呢 那些律師都會跟你說 大哥 我不用交租嗎 是不是 我要交租的 你都容易捱 那的而且確 他們的費用 全部都打下去 是不容易捱的 我認識的律師朋友 都是一樣的 他就要揹著很重的租金 去跟大家去打官司 所以他不斷加利費用 怎樣怎樣 他怎樣生存 那所有人都是這樣 基本上 大家都要為地產商賺食 他就不斷炒 不斷炒 就是office 把舖位 把住宅 不斷炒 他們就發達了 好了 終於李嘉誠就厲害了 一爺 一爺 真是一爺 老實 你想一下 好像馬木這些 賺得多少年錢 真的幾十年前 大佬 一輩子人在香港 做小車子 開始一路一路 交到這樣賺下去 就是他那些祖先 之前拉人力車的 就是做那些開始的 一路就賺過來 然後跟著人力車 然後變成小車子 然後賺大錢 很厲害 原來炒房地產 是這樣的 哈哈 遮住 給李嘉誠 一鑊就搞定了 就是你很厲害 賺過幾千萬 不厲害嗎 當然厲害 他何止一個 十個 二十個 隨便買 隨便買 終於賺了幾十億 李嘉誠 一次過你跟他買十三層 這個中環中心 連賣息口輸你過百億 過了新 這個馬木 還要整個家庭去承受 這個財務的責任 真是大禍 所以看看 阿誠哥多厲害 將香港的所有的大炒家 一次過炒清江 然後那些中炒家 跟那些大炒家 買那些中環中心的 拆散出來的那些單位 跟他關閉 那些人說 哇 是不是一個中環中心 就殺那麼多 真是殺那麼多 其餘那些呢 不是一般的炒家拿到的 那麼容易 香港的這些炒家 可以碰這些這些 隔級商下 碰不到的 一般來說 是沒有賣散的 隔級商下 全部都在那些 大的地產公司那裡 或者那些大的基金公司那裡 沒有那些這樣的炒家 都可以玩的 炒家是玩啊 舖啊玩啊 玩那些 隔級商下 你省一點 難道智地會賣出來 給你們那些 其他香港的地產商嗎 以前就算是 很多年前 你有個人能夠在中環 買到核心地區的商業地 嚇死人啊 大佬 所以炒的模式那麼不同 好了 今天就要講一下 就是李嘉誠就 玩了一大批 這些這樣的 香港的大炒家 其中一個呢 就出名了 就是這個 許榮謀 世貿集團的大老闆 這個人就不能夠 完全全當他是 大陸人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很早期已經來到香港了 所以他基本上 在香港那裏賺錢 在香港上大的 講一下 許榮謀 這個世貿集團 怎樣 死在李嘉誠手上 哈 你和李嘉誠這麼厲害 19 2017年 你和他買這個 中環中心 你真的沒死過 結果 誰和李嘉誠對賭 你就知道 誰要趴街了 好了 有些人就說 現在朱太太都不行 為什麼呢 他說 我在中環中心那裏上班 我也在留言 他說 現在還在見 有人在那裏貼著 朱太那些 還錢那些 這樣的廣告 喂 如果是的話 你記住啊 傳給我看一下 就是CC給我啊 就是這個 ChrisChrisLau 1997 Gmail.com 有空要做那個 這個報料的WhatsApp 真的要 要在香港買了那個電話 那個卡 慢慢做一下 這件事 大家很快就可以了 好了 那 這一位的 許榮謀先生呢 就是 在 這個 香港廠檔 回到福建投資 再去北京 搞房地產 又再去上海 大展拳腳 哇 真是厲害 中 就是這個 香港 北京 上海 幾個大城市 全部玩了 在上海大展拳腳 之後 這個世貿集團 就是成為了 在上海的一個 就是 總部來的 那 他的整個 發展的過程 是很精彩的 這樣 大家要看一下 一個這麼累積的 這麼巨大財富的人 怎樣 給這個 李嘉誠之問一問 哎呀 過了得很厲害 好 首先看一下他 怎麼由一個 就是 沒有錢的大公仔 慢慢變成 這個 百億的富豪 厲害 許榮茂 1950年7月出生 年紀很大了 已經70多了 福建省泉州市 錫斯人 這個 自小呢 他就沒有想過說 出人頭地的 他受到他 從醫的爸爸的影響 就是父母影響 就選擇了去做中醫 那麼 他說 對他自己日後 就有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中醫呢 他說 哎呀 說夠平和嘛 從做事呢 就不要急躁 他說 哎呀我覺得有些人呢 就很聰明 但是就 太過浮操了 浮誇了 很急這樣 就做事呢 不計後果 他說 哎呀這些是做大事的 大忌來的 所以呢 許榮茂說 我們慢慢來 看通些 不用急 許榮茂做事呢 就是很慢慢的 就是看準些 看好些 看定些 先這樣 因此呢 在上世紀呢 七十年代的時候呢 這個的 許榮茂 就覺得自己 咦 我生存環境 這個地方 沒有什麼可以發展 於是乎呢 於是乎呢 他就說 他就是 覺得 沒什麼搞作 於是乎呢 就 在七十年代 就來了香港 去發展 那樣東西 那當然七十年代 就是年輕人 那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他呢 就是 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 中醫來的 但是他就 不懂得說廣東話 而香港都不承認 你中醫的能力 那麼 他當時只會說 閩南話 和普通話 閩南話 和普通話 在香港 因為七十年代 是非常之不受歡迎的 就是 你只是說國語 那些人覺得 大陸仔 那你理得你是哪裡 那你做中醫 也都沒有這個 當時也沒有這個 中醫牌給你 那於是 這個 就是 許榮茂 他們說 他懂中藥 就唯有去一間 中藥店 那裡做伙計 但是 你又不懂得說廣東話 人家說的東西 你又不懂得聽 哎呀 他就死了 那些病人說什麼 他都不知道 這樣 沒有辦法去 就是長做下去 於是乎 怎麼樣 跟很多的大陸人一樣 那時候 進去工廠做 七十年代 還有很多工廠的香港 他說 公字不出頭 那你就 很難有什麼發展的機會 他自己就說 有個偶然的機會 但是他沒有詳細解釋 這個什麼偶然的機會 就是他做了這個 證券的經紀 那可能是有些人 打氣他 那七十年代 你做證券經紀 真是不容易的 那時候 那個行頭是很窄的 但是也是 那他們請人 都不容易請人 那他入了一個行業 就是 一聲起飛 大家知道了 七十年代 香港股市 真的 有很多巨浪 那一路的股市 都向前行 一路向上升 那很多經紀行 都大量需要人才 於是乎 這個許榮謀 當然了 又落場 又自己玩賣一份 那1978年 之後1987年 這個香港股市 在九年裏面 漲了七倍 哇 你說真的 你在股市裏面 金魚缸裏面 你說你發不發 喂大哥 這麼近這個 這樣的寶藏 沒有理由 不知挖回幾 挖奸幾後 於是乎 他的第一 統金就是在八十年代 初的股市裏面 賺回來 那 在32歲的時候 許榮謀已經說 他身家已經有上千萬 32歲上千萬 真是很了不起的 我們那個時候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即是他大我一輪 我們那個時候 二十多歲 如果二十多歲 對比他們來說 他有千萬 那時候很恐怖 為什麼呢 我們那個時候 在TVB 八十年代初的話 其實人工都是二千多元 你想想一個月 二千多元 和你有千萬身家 你要做一萬個月 那是否誇張 那個距離當然是很遠 那是那個時候 你知道 樓價又不是升得那麼厲害 多說 你那個生年第一成 去到這個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 都還是十九萬九千元一間 即是很便宜很便宜 二十萬都不需要 只有一間 那樣的東西 那你 樓賺不到錢 你就只是靠一個做生意 但是做生意那時候 那些人不是這麼多錢 你有多少生意可以賺大錢 所以真肯賺錢 就是在股票那時候 股票抗肇 當然輸的人是更多 那你許榮謀 就在那裏吃了個位子 可以賺到大錢 很少很少的人 就可以在三二歲左右 就有千萬的身家 於是他開了一間金融公司 就長袖線澳 幾年間就 不斷地累積的錢 他七十年代初的時候 他說他赤手空拳 來到香港做這些證券 賺到錢 他說 沒有外奸說 賺了五億那麼多 這麼誇張 他的資本 他都是慢慢累積你的 但是有時候 見到這個股市變幻莫測 很多人 一個股災又輸了 不斷地 又有些人又衝上來 所以其實他對他來說 他都很害怕 哇 這麼嚴重的 是不是 風險很厲害 尤其是八七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 八七年這個 黃玉朗 遇到這個股災 十億 一聲就沒有了 很多人那個時候 就 什麼都掛了 就是這樣 於是乎 給這個 許榮謀都一個很大的 教訓 於是乎 他就 一直在想 怎樣可以改變自己的 生存模式 於是乎 在1988年 八七年 股災之後 188年 他在香港 開了第一間的 紡織廠 他將他自己 在金融界賺的錢 回歸去做一些 非常之基本的製造業 這樣 後來呢 許榮謀 因為他來自國內 他都比較熟 國內的環境 去了深圳和蘭州 就慢慢 起了五間的 就是紡織廠 但你記住 有些人經常聽說 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呢 你要進入了 資本世界 你才可以發大彈 如果不是不行 那資本世界 其實就 現在多了說 這個虛擬貨幣 以前來講 沒有什麼 就是房地產 或者是股票 通常你都是 房地產或者股票 這樣可以賺到錢 如果不是很難 那房地產 當然啦 你給deportion 銀行要借錢給你 有原因 那你沒有資產 沒有資本 你做不到 那另外 你知道 做股票一樣 你要買很多 就是股票 你有錢 現金有那麼多貨幣 你才可以做 那樣 所以呢 當然你都可以 做槓桿 但是那個機會 那個危險度就大 那樣 所以通常你見到 那些人以前 就賺股票錢 後來就賺房地產 省錢 只要香港的房地產 還沒有蓬勃之前 根本就沒有人 就是很輕易地發達 沒有可能 打工會發達 你做生意的話 那些錢 就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做什麼 做製作業 做製作業的生意就是 你又要積累資本 買這個機器 買成的東西 那就有大風險 大佬 有什麼事單不到 那你就死掉了 所以不是這樣容易賺的 很難的 如果你要做飲食業 你要大班伙計跟著你 那班伙計又 那班伙計又 又跑去賭錢 什麼成的東西 很難積累資本 所以這個 許榮謀就想一下 我說不是了 簡簡單單 做廠就容易了 投資下去這個機器裡面 就是廠房 因為他自己 在這個股票賺到錢 於是他就有這個實力 那好了 那我去了這個大陸做廠之後 那樣 就慢慢呢 他就是 主要都是做加工 和美國 和歐洲 去加工一些不同的服裝 那樣的東西 那他說 那時候最主要是 就是跟別人做好衣服之後 就貼了別人的牌子 然後就賣了這樣 他說 對他來說 就是毫無滿足感 為什麼呢 你做這些衣服 你知道 做錯了做成的事情 是很辛苦的 因為 如果你做美國單的話 牛仔褲 就是 一個款 就做三十萬條 那你要買三十 三萬條褲的布 去做 因為有些 就是 有可能出事 就是你做壞了 不是沒有布 你搞不定 那你就要 哇 搞好多這些東西 搞好大的倉 但是你賺呢 是賺雞稅那麼多 因為你很多廠 跟他鬥 跟著 每個工序 都看得很準 然後有些伙計 跟得很準 你才可以賺到 那些少少的錢 然後有優惠 有很多麻煩的東西 於是乎 這個許榮就覺得 哇 真的做這些生意 真的辛苦 員工又多 業務量又很大 利潤 相對來說 非常微薄 那 跟美國人去做 這個加工呢 就等於是 為他人作嫁以上 就擺了一個標籤 就是這樣 自己完全沒有滿足感 那麼 到了1989年的時候 這個許榮謀 就想一下 喂 不是要變了 89啊 民運啊 他就正式去轉去做 地產這樣 那麼這個的 許榮謀呢 就拿了200萬美金 在他自己家鄉 福建 就建造了一個度假村 那這個的情況呢 在很多的 就是認識國內的人來講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家鄉呢 要發展 他們需要這些大老闆 去幫他做 那那個時候呢 那些地方官員呢 和你非常好朋友 為什麼呢 喂大哥 多少他便宜 那地應該是 一億的 五千萬給你 好嗎 五千萬給你 你給我三五百萬 那我就 批准你了 跟著又是銀行 那邊就批這些 就是貸款給你 哇 很容易做的 為什麼呢 那地是超級便宜的 你一起出來 就賺大錢了 那對這些 熟悉當地地方的人來講 搞得好那些官員就行了 因為大家 就是 同聲同氣 甚至乎可能那些是你的同學來的 以前那些 說現在他做了官 喂你有錢 帶來啊 介紹認識 那樣 你有資本 他就可以貪污賺到錢 接著家鄉又要發展 政府又好 你又可以發展那裡 又請很多工人 大家都好 就 政績工程 諸如此類的東西 甚至乎 這些公路啊什麼 給你去做 又賺大錢 所以呢 對許榮謀來說 這些中國人 他就 來了香港 發達賺了錢 然後回到家鄉 投資 經常都成功的 這些東西一定是這樣 因為他們有資本 其他人沒有 這樣 那麼 開始這個 許榮謀呢 就在家鄉做這個度假村 後來在福建那裡 有一次我買了六千畝地 想搞房地產 那當然 就是要搞這些東西 不是容易的 買地呢 先買了先 那就是慢慢要搞很多手續 中國始終呢 就是要有很多官員 幫你走油滴滴 諸如此類 幫你改用地 諸如此類 調來調去 甚至乎地鐵口 專門開在你的家門口 那些地的門口 那你當然要去發 那些事情 搞很多的事情 那麼 這個許榮謀呢 就因為是 你是福建人 你有了這些資源 就可以做到 這樣 好了 那麼 那麼 當時呢 在這個 中國 開始地產 慢慢 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啊 他呢 竟然帶著小孩子 和老婆 去了這個 澳洲移民 那麼 還在澳洲那裡 開始做房地產 我想當時 中國 他看到 比較多人出來衝 那些資金 就比較衝動 所以他看看 不對勁 先去澳洲 休息一會 好了 那麼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 這個 就是 啊 啊 就是 啊 就看一下情況 哦 怎麼看回 原來他之前買的地呢 已經在福建買的地 已經升了50% 喂 那就不同了 就是地放在那裡 百分之已經升了50% 這樣就有得搞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對他來說 只是地價都賺了 這樣 於是乎 然後呢 就 在93年 他又在這個武宜山那裡 用了兩億 買了五百戶地 為什麼呢 買地原來會發財的 這樣 那麼 開始呢 他就發現了 整個市場呢 因為有海外的地產公司 開始進入來 包括香港那些 他就發覺呢 就是很多呢 人去搞這些 就是 就是 中當的樓宇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中國人開始賺到錢 比如上海啊 在不同的地方 這些 中產的人士慢慢一路走上來 他就發覺 哇 這些中產的樓很多 但是反而呢 極之貴 超級有錢的人的樓 就是沒有的 就是賣給那些有錢的樓 那些 就沒有人搞 於是乎呢 他就專門去搞這些 最有錢最貴的這些 就是屋苑 那麼 當時他都說 他說 很多人都不認識教 他說 如果你又沒有幼稚園 沒有小學啊 沒有商場啊 沒有運動場 沒有Clubhouse 根本你做不到 所以呢 你做一個的豪宅區呢 你不是這麼簡單的 只是 建了樓就可以了 你還要其他配套 你做得很漂亮 那樣 人家才覺得 這是一個豪宅 才可以這樣 你全部有了的配套 那些人呢 就很喜歡這樣 那當然呢 用料又要好 所以呢 這些東西呢 不是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你一定要有這一堆的東西 因為那些 做每一件事 比如你原林區域啊 那些這樣的 Clubhouse啊 那些泳池啊 那些學校園啊 那些什麼的 是另外一些東西來的 不是說你隨便你自己 就是我現在要建房子 就可以做到 不關事 你要配套到不同的 就是 那些 那些 企業啊 那樣幫你一起合作 你才做得到 那樣的 那 1994年呢 他就去了北京做 就是地產 那 那帶他進入了之後呢 是做這個 高檔的公寓 那 做了北京很家傳戶曉的 包括什麼 紫竹花園啊 亞運花園啊 華澳中心啊 御景園啊等等 那 那許榮茂這個人的名字呢 就很少 表現出來 因為他很低調的 盡量的 叫人家不要說他的名字 他知道 大佬這些 就是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賺錢也好 不要太出名 那 那 好了 在北京如火如荼的時候 突然間呢 他看到 就是這個 上海呢 那個地方呢 是非常之有這個相機 那 他在 94年的 2月4日呢 就正式成立這個 上海 世貿股份 柚韓人公司 在這個的 證券得益所上司 那 那 主營那個時候 還是這個的百貨 就是百貨業來的 在 2000年的時候 北京的房地產呢 就再去到高峰 那 上海那個時候 是低局來的 但是呢 這個許榮茂就歷敗中意 就說 上海 絕對是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這些這樣的 房地產的 中心來的 那 再加上當時呢 就快要 這個中國 加入這個 的 世貿 只要進去之後呢 中國就會發達的了 就會成為世界工廠 那 上海終於成為 中國經濟的 核心那樣 成為這個 國際大都會 他這個看法 完全是中了 對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許榮茂呢 將他自己的焦點 擺了下去 這個 上海的高檔的 房地產那裡 那麼他的目標 是三年之內 成為全中國 最高檔的房地產商 這樣 那麼 他將 就是那個總部 簽了去這個 就是上海之後呢 就搞了個世貿廣場 就是那個 濱江花園 深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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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好了 就是 基本上 最厲害最厲害 那段時間 在這個 上海的房地產 他全部都 全都 那當然 上海的房地產 很好做 但同樣一樣呢 就是都 非常之難搞的 因為呢 競爭很激烈 那麼 那麼 當時呢 已經有很多外資的 就是 那些 房地產公司 總共是四千間進入了 就是 連外資 總共有四千間的 房地產公司 在這個上海 那麼 2001年 房地產的 一年的銷售 已經去到 一千八百萬平方米 就是誇張 一千八百萬平方米 就是說 一億八千萬尺 差不多 二千萬尺 二億尺 二手的市場呢 是去到 一千四百萬平方米 差不多 和一手都已經 數量呢 已經等於 整個歐洲的總和 多誇張 中國人多喜歡賣樓 那樣 是香港的五倍那麼多 那樣 就是誇張 那麼 很多的房地產公司 都去上海那裏 就是 去買地啊 成的那些 買到都是一千戶 二千戶 那樣 那樣 就是當時 他就看到 就是 這個高檔 最高檔 最貴的那些 那些 每一平方米 賣一萬元以上的 才是這個真真正正 就是 好東西 那樣 但是 就是當時來講 在二千年來講 那時候是很少很少 這些 就是貴價樓 那樣 許榮謀呢 就終於 就是 將他集中的 點放在 這個 就是 高級樓上 專門做一些 主題公園 陸化 會所 中小學 幼稚園 商城 全部一起 做到這些高檔住宅 那所以現在 你說回 世貿房地產 和許榮謀 在大陸人的眼光當中 這個就是 專門做一些 高檔樓 那樣 那他很希望 將這個 就是 他的 世貿公司 就變成一個 好像李嘉誠 那樣的集團 怎樣呢 就是他 投資房地產 就賺很快速的錢 好了 那跟著呢 就留回那些商場 你知道李嘉誠 最喜歡的 留回商場 或者office 那這些呢 是長遠一點的 投資來的 回報就比較慢一點 你租出去 那但是就可以 每一年 給到你有很穩定的收入 那其實 許榮謀 一直都是抄 李嘉誠的方法 他就是 做很多 賣樓的情況 慢慢賣 賣掉 好了 就賺了一塊錢 跟著將那些錢 就扔到他們的商場 扔到office 就租出去給人 長遠賺錢 於是每一年 這一堆就回來 很好的回報 那個的租金的錢 這個就是 李嘉誠的模式 那樣的東西 那許榮謀 在上市之後呢 就越來越成功了 那就 終於呢 就在這個 就是香港 就借學 上了市 就成為這個 世貿 就是世貿 國際的公司 那 2001年呢 許榮謀的時候呢 已經是上了這個 福寶師的 就是 大陸富豪榜 已經排第五名了 這樣這樣 那麼 世貿資產呢 去到成 六千二百五十萬股 萬丈 這個 算了 不要理他了 他就是做些大股東的事情 不要理他了 不要理他了 那許榮謀在業界 是很低調的 他自己喜歡什麼呢 就是 盡量低調 不要那麼高調 那麼 吃東西都是吃粥 青菜這樣 他說他自己有三個大的 第一就是看報紙 第二就是飲茶 第三就是收藏一些名家的字畫 我都看過一些他收藏的貴的 大陸是這樣 我認識那些 就是說百億那些富豪啊 我不知道是百億 還是千億 還是萬億 還是十億 不知道了 總之很有錢的那些 都是掛了一些很漂亮的畫 然後又說 這些畫呢 就是copy來的 跟著真稿呢 就放進去 嘖嘖問他那些東西 嘞不鬼知他 但是許榮謀 他不喜歡入這個富豪榜 因為他害怕 人怕出名豬怕肥 那樣 所以盡量都不要被人去報道他 什麼成功啊 什麼成意 很怕你怎樣 但是2016年的10月20日 胡潤房地產富豪榜發佈的時候 許榮謀家族是用 是以450億 排在全中國第四名的 都厲害 一個 就是由大陸出去了 香港 跟著回到大陸 再成為一個 地產的 就是超級高手 他的世貿公司呢 是排在這個 就是中國的房地產 二十大 你知道二十大 不是傳媒私人 這個房地產 做很多 是國旗的 所以很厲害 那麼 世貿房地產 和世貿股份 這兩隻股票呢 分別在2012年 上半年 實現了 225億 和45.5億的銷售額 同比增長都是50% 哇厲害 許榮謀曾經是表示 我希望呢 可以紙紙紙紙紙 做一間 百年老店 這個世貿的房地產 想就這樣想啦 是不是先 就是他當然呢 他希望好像常實那樣 總之一路一路做下去 那樣的事情 就將這些 房地產所賺到的錢 就是做賣 賣這個 私樓的 所賺到的錢 就是這些 住宅的樓 扔到房地產 的商場 和這個office 跟著長遠的 一路一路賺下去 西貿當時呢 就說 喂 我呢 準備在未來的15年 投資500億 打造這個 御龍灣的項目 那樣 那樣 還很誇張 到了17年 厲害了 就是 他決定 跟這個李嘉誠 咬手瓜 買了他六層的 就是 中環中心 哇 你知道啦 就是 許榮謀一路 就是將這個 李嘉誠幫助他的偶像 這個人真厲害 他這麼厲害 做房地產 那他就跟他的模式 跟著 將這個東西 放進大陸 又很成功 終於有一天 李嘉誠走了 於是 許榮謀說 我來接了 於是他沒有 馬木這麼誇張 接成13層 馬木要做李嘉誠 那他說 我都接回一些 接了六層那麼多 都厲害 因為有世貿的 加入 後來才可以成事 因為真是馬鬼犯 因為那個的 中資財團走了 那樣的東西 好了 那到了 2008年的時候 就爆了一個 比較有趣的 花邊新聞 當時呢 就 紐卡蘇 大家有熟悉 如果有看球 紐卡蘇這隊 足球隊呢 就傳出給一個 中國的財團收購 而這個財團 就是叫許榮謀了 嘩 大家那時候 發達了 許榮謀將會成為了 中國人 第一個 擁有了這個 英國的足球隊 嘩 厲害 那當時呢 之前有這個 楊嘉誠 但是楊嘉誠 大家知道 他都是做 駁腳的 不是真的他 來的 收購這個八明漢 那 但是 大家都很渴望 有一天 中國人可以 買到英超的球隊 這麼厲害 那 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告訴你 因為中國人喜歡做假球 打假球 打假球 他打算買完一隊球隊 慢慢打假球 然後把球隊 帶回到中國 這樣 做好 這樣 有一大堆球星 想就這樣想 因為當時 主席喜歡踢球 大家想想 擦擦擦擦 但最後搞一下 都沒有完全成功 就是許榮謀 並沒有 買到這個 英超球隊 最後 英超球隊 買了給中東的老闆 現在很多 成績很好 去到2020年 世貿集團 就業績衝頂 那麼 業績衝頂之後 就形成一個 非常之大的 急速滑落 我一般來說 就會把它說完 但是因為 我答應大家 盡量做這個 三十分鐘 所以我現在 看到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這個房地產 世貿集團 和許榮謀的故事 就來到這裏 就要做 上集而已 因為下一集 才講他怎樣 跌下去 哇大件事 還有一個叫 敗家仔的故事 所以今天 有兩段 是關於許榮謀 這個打把系列 大家要慢慢聽 接下來 先完結了 下一集 再和大家 立刻會給你們 就是叫做 這個 許榮謀 啪 給李嘉誠打把的下集 哇 你就知道 許榮謀還有一個 更值得打把的 仔 在後面 這個敗家仔 就精彩了 和許榮謀 敗了他的家 大家一會兒 再和大家 討論這個 許榮謀打把的故事 記得點贊和訂閱 多謝 拜拜